这个就是用双手接腿的这么一个动作 是 我觉得在第三续联 同样的机会是真等的 都没有 张美丽也没有很清晰的去身上队口 特别重的动机 上来节奏加得很快 常常不要轻易使用这种小地边 这个意义 对 这还是要直线腿 当踹的腿好 对 张美丽还是要多注意点自己打这个拳的距离啊 顶期 这个顶期有效果啊 这个顶期有效果 现在常见也不敢就是中远距离也不敢贸然的就是过多的是用直线腿法了 腿踹到对手身上啊 真正没有踹开 有效的不是特别多 对 而且现在张美丽还得很快 就是硬吃就往前顶 对 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好 前腿的中嫂 哦 这个是漂亮 张美丽还了个色彩腿啊 哎 张美丽这样这个开局就不利了 嗯 这第三红队的前半段啊 你就被张美丽给压着走了 对 而且张美丽刚刚那个色彩也很标准啊 是 顶期 要注意 对 侧开 顶期 哦 张美丽做了个摔法 这个关系到谁能进入的决赛啊 先不管最后拿不拿金腰带 你只有这场赢了 你才有机会去争夺金腰带 哎呦 你看 啊 啊 哦 不要转身啊 啊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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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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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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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一分钟 奥 拳 拳 失去重心 不要动 没收 不到一分钟了 嗯 快点啊 不要消失 快点 快点 进拳 进拳 这个的体能要求 对张伟磊来说 也肯定会从身体感觉 也不会一样 他以前打松后格斗 常灵你要聪明 对 常灵刚才是对的 抓第一下 在做抢攻 挺心 这就被动了 对 其实我依然觉得 打战力的时候 这两位选手 只说这两位选手 本身来说是半斤八两 对 就看谁能够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 能咬牙把自己的技术 就是在同一时间 加强 加强 再加强 就是激发自己 最大潜能的时候 是 因为所有的技术动作 在内台上这几分钟 教练不可能随时在推薦 纠正你 好 一三军 结束 这场比赛还是比较节骨采 是的 整个比赛下来 从第二局节奏 加得就比较快 我们把最后的发发结果 交给裁判 看看谁能拿到 进军决赛的入场券 中文字幕看到底下 最后的发发结果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三十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三十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 四号裁判 二十九比三十 五号裁判 二十九比三十 比赛结果 蓝方胜 二十五号裁判